每个人都想皮肤漂亮的 最好有一些简单的方法 譬如每个星期做几次 可以令皮肤保持光澤 又少些皱纹 要做到这一点 首先要了解皮肤的结构 皮肤最表面有表皮层 然后有真皮层 然后有皮下脂肪 起那一层有些不同的线体 再深层一点 其实有些筋膜黏着肌肉 要令皮肤要漂亮 我们每一层都要做一些功夫 要选择不同的仪器 最重要就是了解 每种不同仪器的功用 用什么能量 以及能量如何转化 我们想达到的效果 通常我们用的就不一定用肌的 比如说我们想令皮肤光澤好些 我们用一些果酸 令到表皮层的表皮 是再更生的 可以再换去 那就已经可以达到光澤的效果了 不过如果想令到深层一点的组织 有一个改变 比如说令到皱纹少些 我们就需要用一些高能量一点的工具 可以令到骨胶原加热而收紧了 常用的就是用一些超声波聚焦的仪器 甚至是用一些射频的仪器 原来我们将皮肤加热到70度 热力在这里令到骨胶原收紧了 当然去到70度 如果时间控制得不好 可能会有些烧伤的情况 其实用这些仪器最大的风险就是怕烧伤 那怎样会烧伤呢? 首先是感觉到很痛 痛到你不可以忍受 如果真的烧伤有什么迹象呢? 它可能会红了 甚至会起泡 起了泡之后 它可能那颜色会深色了 我们叫做反黑 当然要看医生的 那如果譬如说 它是痛的 死忍死忍 那有时有些烧伤都会见到 它会将皮下脂肪层破坏了 令到那一块脂肪是薄了 我们叫做萎缩了 最重要的就是 千万要注意 如果有忍受不到的痛楚 一定要停 那当然有些 就要去到用医生才处理到 譬如说令到肌肉不好动 譬如说用一些肉毒肝菌 直接要注射在那裡 还有我们要知道 哪一部分的肌肉你不想动 也要知道 它有没有影响到其他附近的肌肉 譬如说我们打那些肉毒肝菌 起个眉心的 那我们不单止令到 那些穿自纹的肌肉不动 它还会令到你提眉 即眉弃起的肌肉 都会减少动动 那在眼角那里 眼眉的肌肉都会向上弃的 所以有些人打完之后 开头两个星期 眉就会减起了 好像有一个很生气的表情 那当然 我们用的分量都要清楚 那如果打的分量是多些的话 那它们散开的机会是多些 那它影响到到处的肌肉的机会 是高些的 那当然如果安全些 打少些呢 就要短些时间 就要补回针了 减选的分量不对 都是不好的 肉毒肝菌的功用 大概六个月至九个月 就不会消失的了 如果你发觉 这次四个月 两个月开始没效呢 那我们就要留意 可能有抗体的产生 那如果真的发觉 啊 越来越 效果越来越短了 那怎么办呢 那有时候我们会建议那位 人士 就有一个 长一点的 我们叫做假期 例如说 年半不要打肉毒肝菌 等它这些 抗体慢慢消失之后呢 再尝试 再用这个药 那就看看效果是怎样的 最重要呢 就是保持健康的 那所以在减选 一些 令到你漂亮一点的 最重要呢 最重要就是 要知道它的功用 它有什么后遗症 而这个后遗症 是否比较高 和严重 如果真的 万一发生了 应该如何处理 那这些全部呢 你帮你处理的医生 应该给你一个 很好的建议 请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记得按一下小钟 下转压 下转租 点赞 转租